大家好 在享用外面的上午茶之餘 歡迎大家繼續進來聽今天早上第二場的演講 Sharing 的部分 我是Eric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Yahoo 最近比較有在運作的調酒的系列 分別的是Cartels跟上個禮拜才Open Source的Mojito 這兩個project 在開始之前先讓我介紹我自己跟我現在所屬的team 我是Eric Eric是菜市場的名字 現場有很多Eric的搭檔 所以說基本上我在網路上是用Didi Sakura 跟薩拉維柯蘭的畫面到處遊走 我現在是所屬Yahoo的APEC Regional Product Front End & Mobile Team 所以顧名思義我們team主要focus的重點就是前端跟行動開發的技術 那從去年到今年大概我們team說invov的project有無名小站的行動網頁版 那還有那個無名iPhone牌還有iPhone跟Android App 那還有台灣的口袋新聞 還有Yahoo的每日好康 所以說那這陣子我們的team主要就是這個Mojito的使用者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是這個 因為前幾年我都是OSDC的鄉民的那個會眾 那今年第一次上台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Cartels跟Mojito 那預計會有如果順利的話會有五個live demo 那雖然有人說那個never live demo 但是我還是想要試一下 而且那demo我剛才觀察一下是需要網路的 所以希望到時候網路沒有問題 那Cartels基本上它就是雞尾酒 就是Yahoo的那個現在就是它的open source的project 常常都會用那個一系列的有意義的東西來命名 像之前Hadoo Cloud Computing 都會用動物園的系列做那個命名 那目前這個系列就是用調酒系列 那Cartels是最大的一個project name 所以事實上Cartels它是一個那個 混合HTML5還有NodeJS跟CS3還有YUI 還有等等一些Yahoo內部技術整合出來的一個 我認為是WebDeveloper的total solution 那其實講total solution有點high level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它的ecosystem 不過因為這個專案就是還蠻年輕的 所以它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演可能有些變化 那目前我看到它的ecosystem大概是這張投影片秀的 那基本上它有分三個架構 最中間的是MEC的framework 那也就是mojito 那待會會有一些進一步的介紹 那以這個MEC的framework作為延伸 它我們可以往上跟往下用兩個觀點來看 那第一個觀點就是最上面那個developer的觀點 那有分三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是最右邊的tools 就基本上我們希望在這個生態的體系裡面 會有一些讓開發者有一些好用的開發工具 或者是部署mojito application的一個工具 那據我目前的了解 在那個ID的方面我們會用Ecrevus作為它的那個foundation 然後在上面再加一些mojito的東西 那接下來呢 再看中間這個區塊的部分 因為Yahoo就是會覺得說那個在程式開發的環節中 CI這件事情也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目標也是會有提供一個hosty的CI的環境 那大家在那個開發mojito application的時候 也可以有一個環境可以幫忙做CI這件事情 那再來是因為mojito它在上個禮拜已經open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最左邊的區塊是 但我們也非常希望就是在場各位樂學的開發者 或者是全世界樂學或者是對JavaScript Node.js有興趣的開發者 會有一些開發一些有趣的mojito application 或者是它的module 那會有一個gallery跟repository 來讓大家可以去discover或者是容易安裝mojito裡面的模組 就是從developer的view來看 那接下來我們看下方就是比較其實偏 run-time container的角度來看 那基本上因為它是一個webdeveloper的framework的project 所以說產生出來的東西呢 只要人支援HTML5 browser基本上應該都可以運行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們也打算就是應該會有一個native bridge 那透過這個bridge呢開發者開發出來的mojito的application呢 它也可以在一些native的device上比如說iOS或Android或也許之後還會有其他的 比如說Windows Phone啊 然後接下來最右邊的是hosting server side的JavaScript 這個地方如果大家有看就是最近的一些科技媒體有講 其實它的代號其實也有在外面也有公開 它就是mahattan 它是一個那個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現在自有的foo 比如說Hiroku它可能也有一些hosting的service 那mahattan它就是yahoo 它可以提供給那個開發者hostingmojito application的一個環境 那mahattan它也是一種就是它除了是 就是紐約曼哈頓之外它也是一個挑酒的名稱 所以就是這都是酒的系列 不過mahattan現在還沒有對外open 所以想要嘗鮮的朋友可能還要再等一下 然後再來看就是cuttails它基本上呢 是跟YUI有很深厚的關係 就是這整個計畫都跟YUI有很深厚的關係 那YUI也許應該有些人知道 但是還是跟大家再介紹簡單的介紹一下 它是一個那個免費然後開源的JavaScript還有CS framework 然後可以讓開發者可以建立就是rich interaction的web application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這兩個網址去看怎麼使用 那它對等的就是現在很多人更受歡迎的一個JavaScript framework 就是jQuery 它基本上就是跟jQuery 就是大概同等樣的作用 那cuttails它的foundation就是從YUI這個地方來出發 那它是用YUI3.4多的版本 那YUI在大概前幾天它也announce一個3.5.0的版本 那有據就是有人有說就是eating your own dog food 所以說Cocktail這個架構 就是在Yahoo內部也有一些產品開始在用了 那比如說就是Yahoo的Live Stand 它是一個hybrid的形式的概念產生出來的iPad app 不過據我所知它目前只能在那個 只能用iTune的AmericanUS的帳號來download 那接下來還有兩個Fantastic Finance 跟Fantastic Premier League Football 這兩個就是web app 那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所以接下來就是要進入就是 現在這個專案裡面真正就是唯一一個 open source project就是Mojito 我覺得這應該也是 我應該是台灣第一個就是跟大家介紹 這個Mojito的架構的一個演講 那Mojito它基本上就是那個 它也是雞尾酒 那它的做法就是如上面中文所示 從某個部落格看到的 那我們內部在做sharing的時候 也的確有照這樣子來挑 還蠻好喝的 那 剛才講過就是cuttel整個架構 很多都跟YUI3有關係 那Mojito當然也不例外 那它的概念 除了YUI3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它在sever run 它是based在node.js的engine上面 所以它概念第一個是one language 就是基本上呢 整個Mojito這個mvc的application framework 都開發者都是都可以用單一的語言 就是java script來進行 不管是client端或者是sever端來進行鑽寫的工作 開發的工作 所以接下來第二個概念就是to run time 那run time就是一個是在client端 比如說browser或者是之後可能會在那個native device上 那再來另外一個run time就是sever端 那再來因為Mojito它是架構在YUI上 所以yOS的一些function都可以在這個framework裡面直接使用它 那比如說它的internationalize跟java script testing的function 都可以在這個Mojito的framework裡面直接來使用 那所以說呢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是目前我在yahoo就是engineering這邊看到的 的idea可能現在並不是全面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趨勢已經就是有另外一種思考模式 就是本來其實大家知道就是yahoo 就是sever端基本上比較著名大家都會使用的是php這個語言 那在client端可能就是用yoi這個java screen跟css framework 那不過因為cuttel這個專案還有mojito的這件事情 所以說現在也就是剛剛看到已經開始有一些專案 它開始用java script在sever端這邊來撰寫 那接下來呢還有一個idea就是再進階一點 那其實就是也許我們一開始寫的時候sever端的code跟client端的code 雖然是用java script可是其實寫法可能還是略有不同 那我們就希望說在這個mojito的架構下呢 就是中間這一塊common的地方呢可以越來越多 那一開始的時候可能只有這樣子 那到後來的時候common的部分也會越多 那事實上在mojito這個application這個framework裡面 它的java script根據它的命名方式呢 它也的確有分為比如說這是在sever端進行 或者這是在client端運行的java script 那也有一個是這個是在兩個地方都可以運作的java script 好那上個禮拜就是yahoo有一些事情 那身為engineer當然要看的是比較任言高興的事情 就是那個mojito它open 所以說大家可以在那個yahoo的developer network的網站 去看它的說明文件 那也可以到那個github上去把那個去看看mojito 它的sauce code到底是怎麼寫的然後看怎麼用 所以它open了 所以說在demo之前想再跟大家進一步介紹一下 所以它mojito它這個framework的一些基本的原件 大概有什麼東西 那mojitoframework用mojitoframework 建出來的一個最大的元素 我們可以叫它就是mojito的application 那在這個application裡面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最中最正中央的有很多那個一塊一塊的 就是有很多的mojits 那其實mojits就是我覺得只是比較花俏的說法 個人的看法 它基本上我們可以把它想像它就是一個module 或者是一個vidget 大概我們可以這樣想 那它每一個mojits呢 它裡面都有自己獨立的mvc的架構 就是它有自己的controller 有自己的model 還有自己的view 那每一個mojits呢 它其實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它有一個叫binder的地方 那其實binder縮穿呢 它其實是會部署在那個client端的一個java screw的東西 那它其實最主要的功能是做一個 做mojits之間的proxy的作用 那透過event的方式呢 它可以串連每一個獨立的mojits 還有整個mojito的application 那透過它的這樣的特性 其實就可以做出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在最後一個demo 我會demo一個lazy load 在裡面基本上它也會用到binder的東西來做 那這主要是一個mojits 那當然每一個application可能都會有設定檔 所以它也有它自己的設定檔 那我這張圖裡面其實有點寫錯 它其實不是application.j 它是.json 就是它的設定檔 基本上是用json的方式來進行設定的 那當然有一些外部library 也可以把它這邊 讓整個就是可以放在mojito的application來運作 那mojito的application 它的directory的structure大概長這樣子 那待會直接我們來看code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它比較清楚一點 這張圖在那個ydn 就是yahoo developer的network上面也可以看到 然後我發現我剛才露了一個梗 就是它的念法叫做mojito 那一開始的時候我跟就是我的同事們 一開始不知道 每次都念它叫mojito 因為ji很容易連起來叫做z 可是其實它叫做mojito 跟大家宣揚一下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第一個demo 第一個demo就是 哈囉我快快樂樂先 教大家怎樣create第一個app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有node.js的runtime 還有那個npm 當然我們也可以直接裝 那我建議就是如果簡單一點的話 就透過npm來裝 那為了節省時間 這兩個東西我也都裝好了 那再來是接下來呢 就是npm install mojito 然後就是建議就是下global 因為它會有一些comment line的東西 所以請加dashg 那有時候安裝的時候可能會遇到 因為是global的方式安裝 所以可能會遇到那個全線問題 那麻煩請加10度 啊對我忘了提醒 我今天的demo都是在我的那個 MacBook上面做demo 所以它環境基本上是 就是我個人沒有車過在 Windows裡面的node.js的環境 是不是可以 就是我並沒有測那一端就是了 好然後假設我裝好之後呢 就是應該還看得清楚吧 那Mojito只要裝好之後 它就會有一些指令可以用 其實很多的framework 它都有內建一些指令 那比如說Mojito version的話呢 它就會秀說現在的版本是什麼 那它其實是一個很年輕的framework 所以只有0.3.1 那今天第一個demo其實很簡單 我們只要下幾個指令就是create 因為它最大的單位是application 所以我們就create一個application 叫做hello world 然後這樣就建好了 那基本上它的結構就其實很完整就是 剛剛前幾張投影片有講的 它的directory架構 那在其實第一層呢 大部分主要放的都是一些設定檔 比如說整個application的設定 就是application.json 或者是一些laughting的設定 會再laughts.json 那我們可以回到剛剛的圖就是 它其實最主要每一個application 必須要有mojits才能運作 所以說接下來我們就接下來下另外一個指令 是mojitocreatemojits 然後比如說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mymojits 好這樣就create成功了 那基本上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就會在mojits這個資料夾裡面 再建一個叫做我們剛才create的mymojits 的這個mojits 那基本上它會有一個controller的javascript file 我們可以在裡面做一些controller的javascript code的鑽寫 那它也會有model跟view 分別擺在models跟view的地方 那一開始的時候 用剛才指令建立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些預設的東西 那我們讓它更簡單一點 就是因為原來預設的它可能還有跟model有關係 那為了簡單一點 我把它修改的更短一點 那這行call的意思基本上就是mojits 在controller所getout的資料呢 它會透過ac action context方式然後傳到view的地方去 那通常的指令是.down或者是composive.down 那現在是最簡單翻譯是.down 它會用接下來會把後面這一串就是json的data的東西 以json format的呈現的data的東西傳到前面去 所以我有一個hello wall 然後裡面後面會有接一些字 那所以接下來讓我們來編輯就是它的view 這就很簡單 就是剛剛這個view template我們待會會再講一下 那就是會把hello wall給修到這頁面上 ok 那這樣基本上這個code就寫好了 那麼接下來我只要下mojitostar 它就會開始運作 那預設的pole呢是8666 如果我們沒有做特別設定的話 那麼這樣就運作起來 可是沒有看到我們剛剛hello wall的東西 那是因為那個laughting沒有設定 那沒有設 所以說打到這個地方其實是沒有任何東西的 那在沒有設定laughting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也可以直接用這種斜線 然後add 然後再加上我們剛剛那個mojit的名稱 加上裡面的function的名稱之後 一樣可以指定 那這樣就可以就可以導到我們剛才create的hello wall的網頁 好 這是第一個demo 所以呢接下來讓我介紹的就是configuration的部分 那其實剛剛在那個我們在看那個建立的mojito application的架構裡面 其實上有兩個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一個是application.json 那這個地方基本上就可以定義就是整個 關於整個application的架構或者是它預設的pole等等之類的定義 那另外一個比較常用到就是laughting的部分 那像我們剛剛沒有設定laughting 所以直接就要用這種就是不太好的這種路徑去打到我們剛剛create的那個mojit 那通常我們都會在這邊做一些設定 那它的基本上也是json 那它最重要的部分是這三個 第一個是verb 那基本上就是htreaction 那就是說這個laughting它可能允許的動作可能是get或者是pause 甚至是delete等等之類的動作 那pass就是laughting的路喔 就是當符合是這樣子的路的時候就會打到就會call就是最後這邊就會call 我剛剛這個我create出來的mymojit裡面的index這個 function 好所以說接下來來做第二個簡單的demo 就是我們把laughting加上去 laughting就是在第一層的laughts.json這個格式 那一開始如果我們用comment line就是我們用它的指定create 裡面laughting是什麼都沒有的 那麼讓我把它 call進來就是類似剛剛投影片的說明 就是當打到寫線index的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我就會去call mymojit裡面的index function 好那接下來讓我們再啟動一下 好那接下來讓我們再啟動一下 這時候你會發現原來的路徑就失效 因為它不match任何laughting rule 現在laughting rule就是 就是斜線index 這才會打到我們呢 就是剛剛create的mojit上面 所以接下來跟大家介紹的是mojit的view 它的rendering engine 那目前在這個版本呢 就是mojit內建的view是mustach 這個view engine view template engine 那它也有 它基本上就是透過這個mustach的tag去鑽石 那有興趣 那有興趣 對mustach有興趣的 可以到mustach.github.com的地方去看 它就是怎麼用這個template engine 那這個我們在mojit裡面 它的view其實它有一些 任命convention可以幫助開發者來開發 那它的樣子大概是 第一個是就是mojit裡面的function的名稱 那接下來會有一個可有可無的是device 再來是用rendering的engine 最後就才是html 所以最後這個副檔名 那下面有幾個example 第一個是greeting.mu.html 因為現在mojit裡面的templ engine 只有mustach 所以我們會用mu讓比較短 來代表是mustach 那所以說代表 因為它沒有做任何device的特殊的一些寫法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 不是特殊的webbrowser 只要達到這個mojit裡面的greeting這個function 它就會用這個greeting.mu.html來呈現 那接下來後面有兩個example 其實就是很明顯的就是一個是針對iPhone 來就是當使用者透過iPhone來打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會用iPhone的view來呈現 那如果是Android 最後一個就是如果使用者是用Android device來看我這個Routing 錄我底下的東西的話 我會把這一塊 就會拿這塊android.mu.html的view給使用者來看 那我覺得這裡其實也是方便開發者的一種另外一種工具 因為基本上在現在就是大家開發除了web的application 其實就如同剛剛一開始第一場講 其實我們已經目標不只在web 其實也會有很多device或者是mobile上面 那一般來講就是會用的解決方案 可能是些media query可能是其中一項 那Mojito透過它的view就是可以提供另外一個選項 那我其實覺得也許也可以交互來應用 所以接下來就是做第三個demo 就是create一個 different view for different device 那這個就還蠻簡單的 就是它要做的動作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因為我剛才create了一個那個 就是比較common的index.mu.html這個view 那我就直接把它 拷貝一個那個iPhone的東西 就我這個view是專門針對iPhone 那我再加一個看得出來是不一樣的tag進去 那我就是如果是iPhone來看的話我會給他 請他就是toindex.iPhone.mu.html這個view裡面的東西 那我裡面會多iPhone的字眼 接下來我就再啟動一下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browser上看到還是這個樣子 還是Hello World 那在那個device上呢 我可以看到那個字會有一個iPhone 就是其實打到的mohits是一樣的 打到的action也是一樣的 但是它最後呈現出來的內容 會根據我們view的寫法 裡面想要呈現給使用者的資訊的寫法有不同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它其實 不過這就就是它其實就有點小 那待會接下來的demo會來解決這件事情 那Mohito它本身它也有提供一系列的API 那就是方便開發者可以做一些 在這個架頭上做一些就是方便的方選來用 比如說它可以handle一些parameter或者是cookie 或者是去動態的產生URL 或者是去動態的加減一些CSS 那也有一個那個restful的API的code的library可以去code 那此外它有globalization或者是localization的部分 那還有很多 歡迎大家可以到就是這個網址去看一下 就是Mohito它的API到底有什麼東西 不過我得先承認就是因為它才剛open不久 所以其實裡面好像有些資訊不是很完整 那就是歡迎大家如果發現怪怪的地方 你可以就是反應給我 或者是上面應該會有反應的方式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就是最後一個topic 就是我們剛才create自己的mojits 那事實上在mojito application裡面 它有一些那個內建的mojits 可以方便開發者來使用 那它目前有兩個 一個是htmlfram的mojits 它幫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我先回來看一下我們剛才這個demo 我們看一下它的原始碼 其實就是我們viewtemplate寫什麼它就印什麼 所以那些所有跟html相關的tag 比如說header body等等的東西它都沒有 那這一個 這一個htmlframemojits就是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那再來它因為 所以這就是它就是為什麼它叫html的用意 那後面還有一個frame的意思 基本上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它也是一個 比較像container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架構底下 就是塞很多個mojits在它裡面 然後可以一次呈現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也幫助我們在做開發的時候 有些功能或function可以模組化 然後第二個內建的那個mojits 是lazylowmojits 它有用到剛剛有講到binder的東西來幫助我們 不過它已經把它封裝起來了 所以就我們開發者來講 可以比較方便就做到lazylow的事情 那話不多說就讓我來做最後兩個demo 那第一個是htmlfram的mojits 那要做這件事情可能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修改application.json 因為它把一個比較high level的mojits 給放進去 所以整個架構會有一些更動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原來一開始 用指令建出來的設定檔 在application的設定檔是空 哇有點黑 我還沒注意 沒關係有興趣了 待會 我接下來把我已經寫好的code放進來 那我來解釋一下這個code 不過我覺得好像這個字很小 這個黑黑的 那個基本上就是 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 我現在宣告有一個叫做htmlfram這個id的架構 所以這個id待會會用到 然後它會用到就是內建的mojits 就是htmlfram的mojits 那接下來裡面會有一些相關的設定可以設定 比如說title title的話我就可以其實就是這一個 就是html裡面title的設定值 然後最後在chart裡面我就可以設定多個 就是我這個架構裡面會include哪些的mojits 那我們的範例就是include我們剛才建立的mymojits 好這是第一步就是我們先修改一下設定檔 那接下來第二步是我們也要去改它的lots的設定 我剛才lots的設定呢就是我們會指向的code是當遇到斜線index的時候 我們會去code直接codemymojits這個mojits 那現在我就要做稍微做個修改 就是我其實只有改一個地方 就是我請它去code呼叫那個剛剛我在application設定的一個id 叫做htmlfriend的這個架構裡面 那這樣就好了 這樣應該好 我沒記錯 對這樣就好 但是我還想做一件事情就是 剛剛有提到mojito的那個api 所以我來修改一下那個controller裡面的東西 剛剛做的事情只是用ac.down這個function 把那個hellowar這個data structure給傳到view 那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再加一行 就是ac.assess.addblob 它的作用就是把一些html的meta給放到template面去 那我家就是一般在那個mobile device上常加的東西 就是viewport的設定值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demo就ok了 我們來看一下跑起來的狀況 其實長起來好像很像嘛 可是我們看一下它的原始碼 就是第一個是它跟剛剛稍有不同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只有中間這一塊 事實上mojito的framework 它就直接把我們這個template給塗出來 然後透過這樣的設定之後 因為我們使用htmlframe的mohits 所以就會有對應的一些設定放到這邊 然後另外我們也透過mohits的api 把meta的資料給加進來 所以說我們在mobile device上看的話 就會看到比較正確的可以閱讀的大小的東西 最後一個是lazylow 這個範例有點有點那個要改的東西比較多 應該它有一點時間 因為我們剛才比較晚開始 所以讓我們來做一下最後一個demo 然後一樣的是因為它也是用另外一個內建的那個mohits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去修改就是application裡面的設定 那基本上它的概念是因為lazylow嘛 就是基本上我先把一個網站的框架給low進來 那接下來再把裡面的資料給放 再就是放進來 那使用者在看 在瀏覽我們的網頁的時候 他就比較不會有那個要等很久才會看到網頁的 的狀的感覺發生 那所以說呢 其實這個setting跟剛剛其實差不多 比如說我們還是使用htmlframmohits在最外面 但是我們加了兩個東西 第一個它兩個重要的參數 一個是deport要是true 另外一個是defer是true 就是這兩個地方要通通的設定為true 再來是我們還要再另外create一個mohits 作為container 就是使用者第一眼會看到的東西 那事實上那個container只是一個網站的架構 比如說它可能舉個 比方舉個例子 比如說先有header跟footer 會先到使用者的手機上看得到 可是中間內容它可能 就等low完之後才會秀出來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說我們要create新的mohits 是container 然後快一點call一下 就是指定就是create 一樣createmohits 然後我create另外一個mohits 叫container 那接下來是我要稍微修改一下它的controller 那controller 那controller呢 基本上就是剛剛前面我們用到的 function 是ac.down 那在這邊因為它要把其他的mohit 給組合起來 所以我們會改成用ac.composite.down 這個方式 好再來是我要修改一下這container的內容 那其實內容最重要的是中間這一點 這個地方其實跟設定的地方有關 這個地方叫做my lazy mohits 那是讓我們可以回頭看一下這個application裡面 application這個my lazy mohits 就是指這一個container裡面的要秀的東西 它的對應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它的運作流程就是我先把container 塗過去到使用者client端 那接下來這個view呢 它會就是當server端它再把那個 這個lazy load的內容準備好 它會傳到前端去 那它的data structure的那個data傳的name 就是my lazy mohits 所以我們在container的設定就要寫 就是在這邊會取代 好然後最後其實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有提到一個concept 就是在同樣的code 其實我們剛才寫之後在server端可以用 但是其實我們只要改命名 就是本來是server.js 比如說我們把它改成.common.js 這樣的話這個code呢 修會式情況可能就會在困難端上運行 那suppose這樣子就好了 才對看一下最後一個demo 剛才一閃而過 就是一開始會有一個框架 然後還有一個loading 然後接下來才會把我們hellowork給秀出來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還蠻有用的 我現在的看法是因為其實中間那個是 中間取data秀data這件事情 其實我已經秀好 我已經寫過了 所以我不要再寫一次 我也不要再看一段再寫 比如說聽到什麼事件的時候 然後再去call ASX去拉資料回來 因為基本上在這個架構 它都幫我做掉了 所以我覺得還沒那麼有趣的 好總結來說 總結來說就是Cartels 它就是一個這整個大project的名稱 那它基本上就是一個e-core system 然後它有mix HM5 NodeSS3還有YIS3 那Mojito它就是一個MVC的application framework 那它的one language它基本上是用Java script 就是只要我們賺錢好 然後我們的call可以 視情況在server端或者client端上面運作 那它的license base 在那個BSD的license上 那有很多文件已經在那個Yahoo developer的 website 那也有forum可以討論 所以歡迎大家就是想要玩的朋友可以就是來玩一玩 那時間結束了 我應該也沒有什麼Q&A時間 但是我這邊就是我們公司的人 就是他有準備一些小贈品 就是待會我下去的時候可以找我交流 那說隨便我送 那就是有兩種 一種是那個Yahoo購物車 一個是Yahoo紫色Yaya 那數量有限 我們就是歡迎來取用 那也歡迎來使用一下Mojito這個 framework 謝謝大家 謝謝 是每個 OK好 有很多東西 謝謝 各位會總 下一個session照樣準時於11點開始 現在我們都會認識到 今天有可能是我拍攝